花莲新城一间练习曲书店 这里不卖书 只提供借阅 这是由一位非常热爱棒球的台南人 胡文伟所打造的 他几年前到了花莲 担任新城国小棒球队的教练 但却发现偏乡 普遍缺乏资源 为了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兼顾学习 胡文伟特别成立了练习曲书店 让孩子们有个落脚写习的地方 为在花莲这间练习曲书店 环境悠闲舒适 里头还摆满学生课桌椅 看似普通的书店 背后却有一段温情故事 七八年前的时候来这边成立棒球队 因为其实在偏乡的话 当然书店也少 艺文活动也少 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可以 把孩子的客服的部分 然后也一起在书店这边 一起可以做 创办人胡文伟原本住在台南 二零五年移居到花莲 协助地方学校棒球队 但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照顾球员 于是他把老奏房设 改为练习曲书店 让球员们下课后 也能兼顾学业 但这都只是个开端 客服学员越来越多 胡文伟的用心可没少 甚至陆续开了冰店斗花店 让老奏房设不再死气沉沉 而这些地方除了可以观光 还能提供球员们修气学习 但这都还不够 胡文伟说明年还要整理四百坪的幼稚园 打造成宿舍木工房或是烘焙房 一到五的时候 那我们会带小朋友去跑步 大家会看到小孩 然后很有精神活力的 大人也会看到说 小朋友也在努力 在完成他自己的目标 胡话地方从小角落开始改变 希望能用心让文创发展 点亮花脸偏销 五日新闻张艺君高材委林志纯 花脸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 também